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月瓶小视频 这次的话满足一下这位朋友的好奇心 说说月下第六季CALLOUT环节 康神演完之后 在游泳团七八说那环节 我到底都在嘟囔什么 我其实当时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嘟囔的 当时邓哥说话的时候 包括后来藏鸿飞说话的时候 我内心确实是有一些想法 但是我一直以为 这些想法只在我内心当中呈现了 没想到我把内心当中的气给嘟囔出来 通常马东在cue我们游泳团 一些问题的时候没有cue到我的时候 我脑子里也会过一下 说如果这些问题问我 我会怎么回答 马东当时问邓科是大顿独白 你怎么看 如果换错我 我会直接说大顿独白 在后摇当中经常出现 很多时候后摇铺陈的是一种氛围 有些氛围在歌名当中已经解释很清楚了 就拿康神弹的变化球举例子 他们早年有一首歌叫做 在你死后才想起曾经答应陪你去散步 这个歌名他就给你提供了一个场景 一个情境 你看到歌名的时候 你就会跟这个歌名走 去体会他的一个音乐的意境 但是这首歌叫嗨泽尔 可能歌名上看不出来那么多具体的东西 于是这首歌里 他们就安排了一大段的念白 但邓科老师当时怎么回答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顿独白 这东西到底是复读机 还是说你真的是形成一种重复的力量 我觉得还是由其他的因素会决定 邓科老师说的有问题吗 虽然我不完全统一邓科老师的这段话 但是即使到这里 我还都觉得那是他 对大顿独白的一个判断标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邓科老师说的标准 可能是因为临场被cue到 提前没有准备 所以说的不够缜密 但是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什么 是他接下来这段话 但是社会阅历已经到这了 我觉得还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就过于简单了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 我就心想 接下来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怼你这段话 而且当时我就觉得 那个人很有可能是木一 果不其然 哲学系毕业的木一老师 扎了起来 对OK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 为什么就 就很多人都会有说 就是几十岁 该有几十岁的一个想法 这段话呢 听上去是一段 绝对正确的话 但是仔细想想的 其实也不太缜密 哪个词不缜密 就是该不该 这个词 我们20岁的时候 可以写20岁 我们40岁的时候 也可以写20岁 20岁看20岁 和40岁看20岁 看见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里呢 它不是一个该不该的问题 而是一个 只能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任何年纪 都只能表达 那个年纪的思考 罗大佑写过一首歌 叫做童年 那首歌不是他童年时期写的 而是他青年时期写的 当然 每个人的20岁的心智呢 可能都略有不同 每个人40岁的心智 也都略有不同 但我没法做到的是 我到了40岁 依然用20岁的眼光 去看待20岁 原因是我已经40岁了 即使我再怎么努力 用20岁的眼光 看待20岁 那也只是我在40岁的年纪 想象出来的一个20岁 所以它的本质不是20岁 它的本质还是40岁 所谓岁不饶人 它不光是白头发的问题 它也包括很多其他问题 所以呢 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经常会想起老舍的一句话 这是他带孩子逛街的时候的 一段描述 就是孩子经常会指一些 在他看的很惯常的东西 给他看 一开始呢 他还觉得这很平常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当他蹲下来 用平行于孩子的 身高的那个视角 去看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 他以大人的视觉高度 没有想过的问题 于是他在书里 就是这么写的 孩子就是哥伦布 带我去看新大陆 然后呢 再聊聊康斯坦的这首歌 我在这个视频里聊的呢 会和我前两天 录换的条片 《狗云兰》聊月下 那个系列当中 聊的有很大的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时隔两天 我这两天呢 去看了一下 这首歌下面的一些评论 发现那些评论 都是些很感动的评论 看那些评论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为什么现场我就没有那么感动 于是呢 我把这首歌两个版本 一个是月下版本 一个是专辑版本 听了很多遍 我终于发现了 我在现场听这首歌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障碍 到底是什么 我当时呢 在现场一直很想入戏 但是终于在一个地方出戏了 这里呢 它有一个断句的问题 这两段啊 如果从本本上表达 它是这样的 尘埃在光前洒着金黄 天色暗了之后 就被遗忘在夜晚 像是我们的旧事一样 存在却也不那么重要了 放在记忆的深处 积满着灰 本来呢 这两段尘埃跟旧事 它形成了一个比喻 在光前洒着金黄 和存在却不那么重要了 它又是一组对账 问题就出现在这组上 本来是在光前洒着金黄 但是现场它唱完 在光前之后 隔了几秒 才唱洒着金黄 后面那句也是 把存在单独给甩出来 这个结果也是隔了几秒 而且隔的更长 才说了那句 却也不那么重要了 这个呢 在当时就给我一种 理解上的恍惚 就是它这两个描写 本来的主语呢 是尘埃和旧事 但是呢 当时听它在音乐里 那段念白的时候呢 我感觉它单独甩出来的 只有两个字的那个句子 是主语 就感觉它的主语 分别是尘埃和存在 于是在现场录制的时候 那一刻我出戏了 你要放现在啊 我重新看一遍 他们的这个现场 我不会出戏 因为我提前了解了 他的表达 但是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呢 导演组并不会提前通知我们 说乐队接下来会唱什么歌 你们提前听听 体会体会 准备准备 没有 因为他们不会通知 所以我没法像现在一样 认真的提前揣摩 他歌词里的这些意境 于是在现场 我就错付了 他们的这个表达 而且呢 在现场的时候 也不会有歌名 直到播出的时候 我才会知道这个歌名 我通常呢 是周五晚上看节目 周六一大早 录幻调频口诛来聊月下 中间呢 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体会这个歌词 所以我在幻调频节目里呢 才会说 OK 这个表达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也跟不理解我 为什么那么说的朋友呢 说一声抱歉 节目最后呢 分享一段 我今天早看到的是 另外一个台团 当代电影大师 他们在现场的一段话 一方面呢 我是觉得这段话 说得非常好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这段话 如果作为独白放在音乐里 是我觉得那种 能在第一次听的时候 就打动到我的独白 各位朋友们 谢谢你本间晚来 谢谢你们来看我们的作品 如果你喜欢这个乐团 我们希望你也去组你自己的乐团 发表你自己的作品 或者 不论你现在正对什么感兴趣 我们都期待你发表你的作品 我们想象的事情是 一开始都会很糟 但如果你一直做属于你的东西 事情最后都会变好 这个好不是指 全世界都会超级爱你 而是会有一小群人爱你 但他们爱得很深 爱得很有力量 那种力量 会让你终于也能开始喜欢你自己 一直到最后 直到你不必证明任何事情 你还是能喜欢你自己 这就是我们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们期待 你开始发表你的作品 因为只有开始了 你才会察觉到 有人在你从未想过的地方等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